1963年 河北省石家庄市遭受了一场大洪水 人们都在等待救援 但是有一个人偏偏和其他人不一样 他神情慌乱、脸色苍白 好像在找什么东西似的 人们只看见他站在水边 好像下了很大的决心 接着纵身一跳 一个猛子直接跳进了急流 这使得负责救援的工作人员大吃一惊 纷纷怒吼起来 你疯了 快游回来 这很危险 当时在场的每个人的心 都提到了嗓子眼 可不管大家怎么喊 这个人都没有回应 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慢慢地沉浸汹涌的洪流中 消失在人们的视野 人们都觉得这个人会被无情的洪水吞没 而就在他们都放弃搜寻和营救时 一个人影在水中向人们挥手致意 怀里还抱着一个就不待 救援人员迅速抛出一根麻绳 让他去抓 经过多方努力 救援人员终于把那个人救了上来 你找死啊 你知道刚才有多危险吗 救援人员和周围的民众愤怒地责骂他 这名男子一边满脸通红地道歉 一边拿着那个就不带 不停地凝不带里的水 然后他打开袋子 倒出里面所有的东西 仔细擦拭 这些东西引起了大家的好奇心 到底是什么宝贝 让他不要命地回去拿 于是 人们凑了上去 想看看包里究竟是什么东西 只见地上有几枚闪闪发光的徽章 其中一枚上面还写着人民功勋四个大字 这些徽章也引起了在场的每个人的好奇心 但当人们问他时 他始终保持沉默 渐渐的人们不再谈论 这件事也逐渐被大家遗忘 直到四十多年后 当初的那个男人 现在已经八十多岁了 在外孙的帮助下 倒在黄县退伍军人事务局寻求帮助 我是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兵 现在我又老又病 不能劳动了 你能帮助我吗 并小心地递过一个用油纸包着的包裹 工作人员一打开 就看到里面全是奖牌 工作人员不敢忽视 于是迅速给领导打电话 了解情况后 领导高度重视 亲自负责李德银的接待工作 但由于李德银不是军队的退休干部 信息也不在当地人事局 他需要到军区核实身份 才能申请退伍军人待遇 这一事件也引起了军区的关注 在政府和军区的共同努力下 一个曾经立下 雷雷战功的抗日老兵李德银的传奇 慢慢揭开面纱 李德银1925年5月 出生于河北省赞皇县孤山村 1937年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赞皇县迅速沦陷 为了抵抗日本侵略 赞皇县委领导 自发成立了抗日小组 李德银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 每天晚上都召开会议 讨论对策 制定作战方案 地点就选在李德银家 虽然小时候的李德银对这些还不懂 但好奇心驱使 他经常偷听抗日小组会议的内容 在这些抗日先进分子的长期影响下 李德银对战争和日本侵略者 逐渐有了清醒的认识 在一份填膺中 长辈们经常谈起日军 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 这些都深深地印在李德银的心中 在12岁时 他决心参军报国 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亲 得到了父亲的肯定 当时 为了打击当地的抗日武装 日军在各地设置了碉堡 控制也非常严格 为了配合高一线 和赞皇县的抗日行动 八路军需要一名 能够经常往返于 两条线之间的特殊人员 来传递信息 这项任务十分艰巨 并且十分危险 不仅要有勇气 还要聪明灵活 懂得随机应变 在李德银父亲的反复考虑下 他决定让儿子冒险 为避免被日军发现异常 李德银假扮乞丐 将信息缝在裤腿上 穿旧衣服 故意在脸上抹泥 以乞讨的名义 游走于高一线和赞皇县之间 有一次 李德银在传递情报时 碰巧被日军拦住并表示要搜查 当时情况很糟 李德银见识不妙 当即便趴到了地上 撒泼打滚 又哭又闹 看到这样一幕 翻译负责人 不耐烦地对日本士兵说 只是一个乳秀未干的孩子 让他走吧 就这样 李德银用他的智慧 成功地欺骗了敌人 并将信息传递给了我军 我军士兵利用这些信息 成功地拆除了敌人的一座炮塔 就这样 李德银用自己的足智多谋 一次又一次地欺骗日军 随着时间的推移 李德银长大了 在赞皇县敌后的抗日工作中 变得更加积极 由于表现出色 他受到了组织的重视 被派往八路军太行区指挥部学习 回来后 继续进行抗日斗争 在抗日战场上建立了许多战功 抗日战争结束后 蒋介石发动了内战 以便在全国实行他的独裁统治 1948年11月 淮海战役的前夕 李德银主动向组织提出申请 自愿报名参加 第九纵队组织的突击队 并担任队长 战争打响 在李德银的指挥下 60多名突击队员 像老虎一样飞下山 向敌人扑去 面对装备精良 武器先进的敌人 突击队员们将炸药绑在身上 以命换命 战斗极其惨烈 第九纵队组织的60多名突击队员 只剩下10多人 后来 在清理战场时 李德银遇到两名敌人 俘虏后成功劝降 原来这两个是国民党兵团司令 黄维的卫兵 当李德银知道他们的身份后 一个大胆的计划浮现在脑海中 他让他们带自己 去黄维的指挥不去 想要活捉黄维 在两名警卫的带领下 李德银悄悄地在河岸上伏击 直到黄昏 才有人从营地出来 其中一人身穿羊毛外套 手持公文包 看起来像个高级官员 卫兵一眼就认出那人是黄维 在李德银的命令下 三个人用枪对着黄维的头 这一举动 让黄维措手不及 不得不举手投降 就这样 著名的黄维将军 成了李德银的俘虏 随后 李德银向领导汇报情况 团长不敢耽搁 迅速向旅长汇报 当旅长知道这件事时 笑得合不上嘴 因为淮海战役后 始终找不到黄维的行踪 有了这个消息 旅长怎能不高兴 不久 旅长亲自到联队接黄维 为了表彰李德银的功绩 旅长在李德银离开时 把黄伟的手冲送给了他 后来授予李德银特等功 和人民功勋奖章 邓小平政委亲自写信 给李德银的家乡赞皇 在接到中央政府的信后 当地政府还将人民英雄排扁 送到了李德银的家中 还根据当地习俗 安排了一场为期三天的话剧 以表彰李德银的伟大成就 1949年 渡江战役爆发 李德银再次自告奋勇 并愿意以突击队队长的身份 再次冲刺前线 鉴于李德银同志 在淮海战役中的出色表现 组织同意了李德银的要求 对他寄予厚望 按照原定计划 李德银的突击队作为突击队 需要在晚上12点准时过河 但无意中暴露了 国军发现了我们的意图 开始对我们的船只 进行猛烈的炮击 我军的装备远不如国军先进 因此很难进行实质性的反击 战争形势急转直下 在危机时刻 李德银立即决定 放弃原来的计划 命令所有人员放弃原来的渡轮 顺流而下寻找新的突破 国民党军对殷淮海战役 和辽沈战役受挫 躲到南方的一个角落 士兵在战争中早已失去信心 因此李德银没有花太多时间 就在下游找到另一个 更合适的突破口 李德银到达对岸后 立即按原计划释放了一枚信号弹 信号弹穿过漆黑的夜空 照亮了整个地区 长江驻军看到 前线部队的信号后 立即发起进攻 百万雄狮勇敢渡江 迅速突破国民党军队的武装防线 占领解放了南京 李德银又一次立功 然而 自古以来 忠孝两难全 解放战争胜利后 李德银经过艰难的选择 选择离开军队 因为当时从家乡传来消息 李德银的祖母因病去世 父亲病重 家中无人照顾 李德银正准备踏上抗美援朝的征程 听到这个消息后 手足无措 寒泪离开了自己 奋战了13年的部队 结束了自己的军旅生涯 回到了孤山村 为了不给组织带来麻烦 他没有提及自己的荣誉 而是依靠勤劳的双手 丛林开始在农村扎根 过着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生活 还娶了一个老婆 为自己生了两个女儿 除了务农 李德银还会出去捡垃圾卖钱 外孙回忆说 以前没有人知道 他是如此伟大的英雄 只知道他经常在附近的村庄捡垃圾 然而 他的生活并不好 其中一个女儿得了脑穴栓 事实上 当时李德银完全可以说出自己的身份 向国家求助 但老人不想麻烦国家 在最困难的时候 他甚至背着蛇皮带 挨家挨户捡垃圾 谋生好不容易将女儿养大成人 将女儿嫁出去后 李德银的身体也出现了问题 状况持续下降 再加上当时李德银异常贫困 无奈之下还是向组织开了口 这时 当地人才知道李德银是一位英雄 他们都对这位老人竖起大拇指 认为他不仅在战场上勇敢无畏 转业后甘于平凡的生活 更让人钦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